浙西湘总共有13间部落文件站、巷弄站 部落长辈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学习上课并用餐 去年受疫情影响文件站是不开放的 照着很多老人家在家里头是很无聊发慌的 还好10月左右是恢复了活动 而公所在2021年也举办了成果发表感恩餐会 长辈们都表示文件站和巷弄站都已经像是他们第二个家了 新的一年他们也喜欢在这里继续来学习生活 浙西湘总共有13间部落文件站、巷弄站 部落长辈非常喜爱到文件站来学习上课并且用餐 去年有受到疫情文件站不开放 也造成许多长辈在家发慌 还好在10月左右恢复运动 公所在2021年办理了成果发表感恩餐会 长辈都表示文件站以及巷弄站已经是第二个家 新的一年也将持续在文件站发光发热 他很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 尤其是在你们的那个教室上课 要画图啊、要编织啊、做手工艺啊 他最高兴 所以我要在这里也要谢谢老师 我非常谢谢这些老师 他们的爱心让我们的长者 不让我们在外面给飘的孩子很担心 因为我们公所有这样的文件站 像弄站还有这个什么站啊 都是老师有照顾啊 我们公所有照顾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的团队 也因为疫情关系 卓西乡的85位安心上工服务员 也协助居家安全照护的作业 另外部落的文件站以及巷弄站计划的主持人 照服员、志工以及厨工 也都大部分都是卓西乡内的布农族人 让长者们都非常有安全感以及信任感 乡长并说在部落里面 长者非常喜欢来到文件站以及巷弄站 因为可以交很多朋友 不用在家里看电视无聊八荒 相公所也表示 新的一年也会持续投入更多相关资源 让长者有更多的更好的照顾 记者高松松、卓西乡采访报道 明镜仁 Comendari 李宗盛